Hello 大家好,我是把兵 在早前講厭脈那條影片 有簡單跟大家講過大眾對膽固醇的誤解 這條影片,小弟會詳細跟大家講一下 膽固醇對身體有什麼用 是不是有好壞膽固醇之分 高膽固醇又是不是真的會增加心臟病發的機率 以及如果想心血管好,應該怎麼做 首先,簡單講一下什麼是膽固醇 膽固醇對我們的身體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膽固醇可以像膠布一樣 去修補正在腐蝕、潰瘍、受損或發炎的動物 另外,我們大部份的大腦都是由膽固醇製成的 以允許絕緣層可以神經傳播 另外,大部份的細胞膜都是由膽固醇製成的 同時,膽固醇也是製成大部份的荷爾蒙 尤其是腎激素 女性年紀大開始出現骨質疏鬆 皮膚失去光澤 男士年紀大就出現性功能減退 禿頭、血壓上升、肌肉減少等困擾 再加上不分年齡、隨之而來的心血管疾病 中風、糖尿病等機率上升 當中很主要的部分 都是由於男性和女性可以萌減少或失衡所致的 另外,膽固醇又可以促進碳水化合物的新陳代謝功能 又可以轉變為膽酸,幫助人體消化脂肪 同時,膽固醇亦能夠保護紅血球不被破壞 增長紅血球壽命,有助預防貧血 再加上亦對血管脆弱、老化有保護作用 膽固醇還需要用來製造維他命D 以幫助障礙、轉化並增加到血液入面 這樣我們就可以將其他維他命傳送到骨骼入面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膽固醇,是很嚴重的 是一定生存不到的 不過,幸好的是 我們身體每天都會產生2000毫克的膽固醇 需要由肝臟製造 有趣的是,我們吃得越多膽固醇的時候 身體就會相對應製造少一點膽固醇 吃得少的話,身體自己就會製造多一點 所以就算我們吃得超過 身體都會把多餘的膽固醇餓了 那為什麼我們會高膽固醇呢? 待會再說 另外,坊間經常都說膽固醇有好壞之分 好的膽固醇是高密度脂蛋白 壞膽固醇是低密度脂蛋白 首先,HDL和LDL都不是膽固醇 它們是膽固醇 它們是攜帶膽固醇通過身體的運輸工具 而所謂的好膽固醇 會將舊膽固醇帶回肝臟,進行循環 另外,所謂的壞膽固醇 就是將身體所需的膽固醇 運送到需要它們的身體部位 不過,現在的營養師也好 醫生也好,藥廠也好 看到你高膽固醇,就說要降低它 這個Civie實際上可以追溯到19世紀 一個叫做Rudolf Virgo 的德國醫生 他觀察了很多屍體 後來他就發現 這些屍體的動物又出現到病變 仔細觀察後,就斷定它們體內充滿膽固醇 所以就覺得膽固醇是會令動物遇失 但大家都知道,上面也有提到 膽固醇是用來修補受損的動物 情況就好像,每次火災 消防員都會來救火 然後某一日有個新上任的高官 什麼都不認識 然後就去調查火災的原因 誰知道發現 每次火災現場都有大量的消防員 之後他就覺得 火災一定是因為消防員 最後,這個高官就決定 減少消防員的數量 這樣就少點火災了 大家聽完這個故事 都應該知道問題在哪裡 但大家不要管 現在全球最好賣的藥 就是降膽固醇藥 至於出的藥廠 最主要的就是輝瑞 有看開小弟頻道的讀者都應該會知道 看到輝瑞這兩個字已經是要打爛陣了 講膽固醇藥之後再講 講回膽固醇 所以,膽固醇是沒有好壞之分的 他們各自有他們的功能 我們要知道的是 為什麼身體會製造額外多了的膽固醇出來 是不是哪裡出了問題 是不是哪裡受傷所以要修補等等 而不是降低了膽固醇就當沒事 而膽固醇騙局的起源 就是小弟在食物金字塔條片提過 會學術造假的Ansel Keyes 他在1950年代開始進行了龐大的研究 即是在之前影片提過的七國研究 他就把所有這些國家的數據都連在一起 就想研究在不同國家裡面 有多少人懷有心臟病 和他們的分別是吃什麼 他就發現這些國家 他們吃的脂肪越多 心臟病發作的次數就越多 不過其實這項研究本身不是針對七個國家進行 而是跟22個國家或者地區一起完成 不過為什麼餘下七個 就是因為他排除了那些吃大量脂肪 但是患有低心臟病的國家 所以有些國家 例如挪威、荷蘭是被他排除在外的 另外他還排除了那些吃低脂肪 但是有高心臟病發作率的國家 例如智利 簡單說 即是這個研究其實從來都沒有顯示過 食用飽和脂肪的人 實際上他膽固醇會增加 或者膽固醇增加的人 是會顯示出心臟病增加的任何統計意義 事實上 世界上有多少個研究 是真的表明了膽固醇和心臟病之間的正向關係 答案是零 就算即使有的 基本上都是操縱數據 並且令到他看起來 是跟科學家自己的理論一致 很簡單 因為這樣可以獲得更多的資助 只要你跟國家的立場一致 或者跟大藥廠的利益一致 你就會獲得額外多很多的資助 大關鍵就是 根本就沒有這些研究表明 膽固醇和心臟病之間是存在正向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這個可以說是 本世紀其中一個最大的騙告 其實在1957年 美國心臟學會 都仍在反對Insel Keys的這個說法 還發表了15頁的報告 去譴責一些研究學者 當中當然包括Insel Keys 但搞笑的是 不到4年之後 證據依然沒有改變 但在這個時候就有一個6人的專案委員會 當中當然是有Insel Keys的份 提示了一份 反映了心臟病變化的 美國心臟學會報告 這份報告在1960年12月向新聞媒體發表 內容兩頁多一點 而且裡面 只剩下半頁是膳食脂肪與動物足釀硬化症 之最新科學參考文獻 而且裡面有很多都是跟這個報告結論互相矛盾 不過他們就說成是當時最好的科學證據 並且強烈指出 減少飲食裡面的脂肪 並且用多元不飽和脂肪來取代飽和脂肪 美國人就可以降低他們的心臟疾病風險 而這次 是美國心臟學會 第一次正式支持Insel Keys的假設 而且將高膽固醇的地位 提高到是造成心臟病風險的第一名 在美國心臟學會報告登上新聞後 時代集資 迅速將Insel Keys 捧為代表美國飲食智慧的封面臨神 這個集資報導 Insel Keys相信 理想的心臟健康飲食 是將碳水化合物熱量從50%提高到70% 並且將脂肪的攝取從40%降到15% 時代集資的封面故事長達4頁多 但John東只有一段仔提到 有些研究學者對冠狀和心臟病人抱持衝突觀點 就算了 之後 膽固醇會引致心臟病的這個訊息 就洗了我們腦 我們被告知 告膽固醇水平 是觀心病的主要危險因素 即使在街上問任何人 包括小朋友 問他們 導致心臟病的原因是什麼 他們都會回答你 他們是知道膽固醇的 大多數權威人士指出膽固醇水平和心臟病風險之間存在直線的關係 即是膽固醇水平越低患心臟病的機率就越低 不過在科學的數據上 膽固醇水平升高 會增加患心臟病風險的觀點 存在很多的矛盾 例如 跟大多數其他歐洲國家 甚至可能是全世界來相比 英國的膽固醇水平並不是特別高 根據英國心臟基金會公佈的數據 英國男性的平均膽固醇水平 是45個歐洲國家入面 排在第15位 但英國是心臟病法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同樣是英國 自1994年以來 高膽固醇人群的比例顯著下降 一些年齡層的高膽固醇人群 現在減少了40% 但心臟病的病法率保持不變 另外美國夏威夷坦香山的一項心臟健康研究 針對居住在夏威夷的老年男性 研究發現 膽固醇水平越低 死得越早 奧地利一項重要的研究表明 無論在哪個年齡層 膽固醇水平越低 死亡年齡就越小 這兩個研究都表明 如果你的膽固醇水平低 你是可能會早死的 當然 調查心臟病病因的另一種方法 可能是看看不同的社會經濟群體之間的差異 例如有錢人和窮人 收入低的人死於心臟病的風險是高很多的 例如在英國 社會經濟地位最低的男性死於心臟病的可能 幾乎是社會經濟地位最高的男性的3倍 因此 我們就會預期 社會經濟地位低的群體中 一定有更多人是高膽固醇的 你們多些人死於心臟病吧 但事實恰巧相反 最低社會經濟群體的高膽固醇人群是較少的 另外在英國 處於最低社會經濟群體的女性死於心臟病的可能性 是處於最高社會經濟群體的女性不配 但說有高膽固醇的女性人數就大致相同 所以其實所有專家都同意 心臟病是一種複雜的疾病 有很多種影響的因素 而膽固醇 很可能不是其中一個因素 另外在2009年發表的美國心臟雜誌上的一項大型研究發現 心臟病患者的所謂壞膽固醇水平 實際上是較平常人低而不是較高的 這項研究包括了137000名因心臟病入院的人 當中也包括來自美國541間醫院的患者 所有這些病人都要在入院之後24小時內 測量那些所謂壞膽固醇 即是低密度脂膽白的水平 研究人員發現 這些病人的平均低密度脂蛋白水平 實際上是低於美國普通人群的平均水平 心臟病患者的平均水平為104 普通人群的平均水平為123 如果心臟病患者的所謂壞膽固醇水平較低 那為甚麼? 世界上有些國家每年都要花幾十億美元 來降低膽固醇水平呢? 原因是因為飽和脂肪和膽固醇導致心臟病的想法 催生了全球降膽固醇產業 這個產業每年通過藥物 和專門開發的降低膽固醇水平的食品 產生至少290億美元的收入 當中大部分是和一種稱為他丁類的藥物有關 一種名為Lipitor 的他丁類藥物 在2006年為生產藥物的製藥巨頭公司 帶來超過130億美元的收入 這個製藥巨頭就是輝瑞 現時有超過4000萬人服用 稱之為他丁類藥物的藥物 來降低膽固醇水平 他丁類藥物已經成為醫學史上處方最廣泛的一類藥物 是藥廠的頭號利潤來源 有些權威人士說他丁類藥物 是每年可以挽救幾千條生命的神奇藥物 不過根據在德克薩斯州 泰勒市開設了一間私人心臟病學診所 並且在那裡工作了超過21年的 Peter Lansion 醫生的講解 他丁類藥物 可以阻斷所有細胞內的生化通道 並且位於這個通道非常高的位置 它阻止了一種叫做 甲強無酸的化合物的產生 這是很多其他化合物的前體 當你阻斷了這條通道 你就阻斷了細胞生物合成膽固醇的能力 不過這條路上有很多分支 大家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棵樹 而你在樹幹斬下去 那所有分支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複蝕這種藥物 不單止會降低膽固醇 還會降低其他化合物 而我們熟知的其中一種叫做負媒Q 其實自1983年以來 這個Lansion 博士一直都是致力於負媒Q的臨床應用 負媒Q主要在線粒體內的需要 打個比喻 線粒體是細胞內的小電池 可以為細胞提供能量 令細胞可以以應有的方式發揮作用 例如一塊心臟肌肉 可以有2000-3000粒線粒體 如果沒有負媒Q的話 轉化氧氣和膽固醇的過程轉化為能量 就不會發揮到最佳的作用 因此如果我們復用他丁類藥物 並且降低膽固醇水平 例如降低到40-50% 我們同時都會減少負媒Q40-50% 這個減少是無可避免的 因為膽固醇和負媒Q在同一條路上 而每天24小時都非常活躍的細胞 每天都很活躍的就是心臟肌肉細胞 無論是日後夜晚都不會休息 在看這條影片的大家 你們的心臟應該不會停的 當中就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所以心臟肌肉裡面的負媒Q的濃度 是這麼多種細胞裡面最高的 而食他丁類的藥物 正正就是有機會對心臟不好 而且當然也會伴隨至超多的副作用 長城後續精華再說 免費比藥廠高 不過大家Google他丁類藥物負作用 都應該看完都嚇死大家了 另外在幾年前 總膽固醇水平超過250 是會被認為是高水平的 但是高水平的這個門檻已經降低到200 這些指南是源自於美國國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的專家小組 並且是被其他幾間機構採用的 門檻降低就有效改變高膽固醇的定義 也意味著有額外多幾百萬人有資格使用他丁類的藥物 這件事是有引起到爭議的 因為這個小組裡面的九位專家 當中有八位跟生產他丁類藥物的製藥公司 是有著經濟聯繫 還要即使這個指南由少數醫生決定 但是全世界就有數十萬的醫生都會遵從這些指南 雖然管理條件被決定了一個小數量醫生 他們都會隨著百萬萬醫生 那麼影片到最後 究竟甚麼原因令到動物失了呢? 原因都可以有很多 但大部分都是因為發炎炎症作用 動物內壁因為炎症而受損 膽固醇和鈣就會幫忙修補 那甚麼人氣炎症呢? 單案是糖 當然都包括其他產水化物 例如小麥製品 另外吸收太多的Omega-6 都會引致身體發炎 積物油就是有過多的Omega-6 正常人體的Omega-3和Omega-6的比例是1比1 積物油是超過20比1 詳情大家可以看看小麥和植物油編局 人類在這個星球上存在了幾十萬年了 這幾十萬年以來 我們都會很重視很珍惜那些高脂肪的食物 高脂肪的肉 雞蛋 還有那些很油軟軟的魚 回到我們人類幾千年來每天都會吃的食物 我們可能會忘記了膽固醇對生命其實是至關重要的 而略高的膽固醇是對長壽 減少惡性腫瘤 提高對感染的防禦能力 有著好性棉的關係 所以如果想心血管好 就多吃點蛋 一定要吃蛋黃 煮食用豬油 平時可以吃些高純度的朱古力 怎樣吃法 吃什麼牌子等等 就可以看回朱古力真相這條影片 先說明任何覺得我在交集中 或者擾言惑中的人 隨便你們 美國心臟學會表示 美國政府在2016年發布的飲食指南中 取消了食物裡面的膽固醇吸收上限 也就是說 飲食膽固醇對心血管疾病的影響 是連官方都不再那麼肯定他們有關係 而且他們最近的分析文也有指出 目前的研究沒有辦法確認食物裡面的膽固醇 或者雞蛋 和血液裡面的壞膽固醇相關 但當然仍然是盡少接嘴膽固醇這樣 我很想知道這個建議要來做什麼 算不算扭回朱沙呢 那大家如果看完這條影片 很想停你們的肝膽固醇約的話 冷靜一點點 有時間的話可以看記錄片 《Starting Nation》 《The Great Cholesterol Cover Up》 再有多少時間 可以看一下書 淺一點的可以看 膽固醇其實跟你上的筆一樣 深一點的話可以看 《好卡路里》 《壞卡路里》 這條影片很多的資訊都是來自這兩本書和各個紀錄片 看完你們再跟你們的醫生可能商量一下 或者大家改變一下自己的飲食習慣 到時再看看你們膽固醇的數字會不會好了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本完後續精華會再講一些膽固醇的問題 還有藥廠如何跟科學家來勾結 加入Patreon就可以看到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不妨like、share和comment 記得subscribe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鈴 我們從4月4出片 4月2可能有片 4月5日晚上9時中午會在YouTube上直播 講到時事和政治 希望到時候都會給大家 我們已經開了我們的Patreon會員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